据路投射消息 6月6号 美三名参议员乘C17战略运输机 窜访台湾地区 宣布将捐赠台75万剂疫苗 蔡英文对美参议员当面作一 表示会铭记在心 虽然此次窜访仅停留三个小时 但期间美军印太司令部派出里根号航母 在台岛东部海宇航行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这是非常恶劣的政治挑衅 并指出美方的这种行径 严重违反联合国2758号决议 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的共识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 和台海和平稳定 严重损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 是极不负责任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媒体5号曝光了一张台当局 展示未来对美军购书项目的图片 美国伯克级驱逐舰 佩里级护卫舰 MH60R反弦直升机 MH53E扫雷直升机 M1A1主战坦克 F35B战斗机 六种美国装备 出现在台军购的月网清单上 据调查 此图片早在2017年就曾被报道 但其中 博客舰和F35B至今并未落实 日前 台湾地区所谓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大吹特吹台军所谓反坦克导弹海 可在海岸线5公里之内构建绝命空间 网成在以路至海方面 台军战术领先美军至少四分之一个试剂 台版一个合成营 能当解放军一个合成旅